它是绝对直接的关系 钻刻你刻不好你可以慢慢修 跟在画油画一样 但是书法是要一笔定章三 所以有很多钻刻家 他不太写字 一样是可以刻的好 但是那个好 只是到一个阶段而已 你在上去基本上你没有 强大的书法做后盾 基本上你到那里就卡住了 钻刻来讲 它有几个层次 最初期它就是印中求印 你要刻印章就从古时候的印章去找元素 邓时鲁的时候他就主张要以输入印 用书法的印位纳入钻刻来 到赵之谦的时候 他这两种都具备了 他后来追求要印外求印 从印章以外的元素 去找元素 纳到印章 因为几盒跟建筑跟钻刻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你把它纳入进来的 我觉得那个就会有一个时代一个尝试性 以这一方仪式一家我就把钻刻 融入了建筑 刚好这四个字都有棉布宝盖头 这个仪我就把它想巴洛克建筑的一个拱形的建筑 然后这个是它是比较弧形的没有石角 我是把它想象成西班牙高地建筑 这个仪一个尖尖的有点像A的那个弧度 像这个就是哥德式的建筑 然后这个家就是闽南式的那种屋顶建筑 像放逸得天去 这个它也是钻书 但是我又把它加了一些几何的元素 就是我把钻刻的元素去跟书法做结合创作 钮虫钻以往几乎就是只出现在一些器物上的名文 那一种装饰性的名文 但是我把它变成一个钮虫钻的书法主轴的东西 你看它包括那个鸟的头啊 我头会做稍微钝一点 钝一点就像龙头 因为龙是猪鼻子 如果比较尖的是鸟头 像这这这 这就是站着的鸟有没有 像我的鸟虫那是在钻书的基础上做变化 赵木赫先生的它是在凯书的基础上 画出那个鸟虫的感觉 那个感觉不太其实不太一样 舒华钻科真的不太好谋生 在书法跟钻科这一条路上 事实上我并没有把它太商业化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把它变现 那个你会很伤心 比方说你像办展览 人家有多少人他会花钱买书法 那个少得可怜啊 书法主要有教学市场 但是钻科他虽然金尼的比较大但是他稍微吃得好 一样以一个人喜欢书法跟钻科的 他不会花太多钱去买书法 比方说我的朋友里面他可能会收藏杜齐东的书法 那收个一两件他都不收了 他是有在创作的 他可以买30个印章 因为他创作他位置引手压脚 他需要干 早期年轻时候会写日记 现在有的时候会等于有点像是用钻科在写日记 常常也会跟朋友讲说 我的一只银子一只银子我就可以吐整台湾了 比如说我去这个地方玩 然后就是在当下可能在一个树下或凉亭下就创作了 出去也不用桌子站着就可以就可以刻了 然后我是属于那一种 比方说我这次出去我预计我要刻多少印章 我会想要把预计的这些东西做完 一天每次都要拉车拉个五六小时 所以几乎都在车上 然后我就发现我带了30方印章我根本刻不完 所以后来我就尝试在车上刻 包括我去绿岛坐船 我在船上我也晃来晃去我也可以刻 旁边人会很不理解说 这样弄到这样是要怎么做 正常的想法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是当事者 我很非常的热在其中 而且我觉得艺术尤其是书法 写到后来我认为 大部分写书法通常只是停留到 他在写那个法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你所学过的法要画为己用 不是一直当古人的分身 而是吸收了这些这么多古人的东西之后 你要把它化成自己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 可是我可以 획给大家看 你放了一边 可以个电视频 没按下来 你看看 你令人